親愛的 別任性 你的眼睛再說我願意 那個財新 妳轉過去看玉群 是 然後妳跟她唱說 親愛的 別任性 妳的眼睛再說我願意 是 怎麼了 有看到嗎 有看到妳的眼睛 我看不到妳的眼睛 我看不到妳的眼睛 請出題 好 讓我再想 讓我再說愛妳 別將妳陪妳去 好 這個會 這個他就會 不會就不會 有沒有看到 3 2 1 請亮單 對嗎 對 對啦 無言的結局 無言的歌曲 對啦 唉唷 有時候突然會卡住有沒有 對啦 都會唱 羅史峰 羅大哥 有沒有看到這個歌曲在當年 新馬一代紅到不得了 而且是當年是 看起來 比現在 比現在 對 他現在還比較年輕 大牛哥現在年輕多了 對 然後有一次在那個 我們那個歌嶺唱片在 對 南京東路四 在五段那邊 就跟我阿公阿嬤現在 我爸爸媽媽現在住那附近 然後一個大樓進去 要轉過來地下室進去 我就遇到一個管理員 請問一下歌嶺唱片在哪裡 對 第一次換新地方媽媽去 謝謝 就進去 遇到大牛從裡面走出來 就進來 你怎麼在這裡 他說你怎麼在這裡 我說我歌嶺唱片 我說 什麼話 這沒禮貌 太像管理了 我們兩個就很熟了 我跟他開玩笑 後來他出來 還有看到管理員 後來他打電話跟我講 我跟那個管理員 長得還真相 對啊 為什麼很像 那管理員快65歲了 他當時17 8歲 Oh no 對啦 好玩 他差不多 好 下面一套題目 請出題 注音題 注音喔 對 對 對 二 來喔 天真喔 一 請亮彈 雙目 對 夠白 親愛的 親愛的 別任性 然後妳跟他唱說 親愛的別任性 妳的眼睛 再說我願意 是 怎麼了 不太有說服力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妳的眼睛 我看不到妳的眼睛 妳就閉起來了 我找到了 比拼搶 再說我不要 對 妳這個 我們海邊 我們都會戴墨鏡 男生 墨鏡戴著嘛 然後 可以一直看 看到嗎 對 妳那個 妳是不是可以這樣就看到 妳不用戴嗎 我不用戴 這麼厲害喔 人家不會懷疑妳在亂看 對 而且就是那個什麼 以前有監考老師說 那個小胖 我真的不知道 妳有沒有在作弊 好好的 好好的 沒有 其實 浴群也不是說眼睛小 是因為臉的比例的問題 這臉太大了 這個好像沒有比較好 比例